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役打响,中苏之间的关系就有了裂痕,想再回到谈判桌上修复可就难了。 当时苏联觉得自己国力强大,就一个劲地逼近我国。 我国边防军抵抗得很顽强,可双方整体实力差太多了。 就因为这样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苏军都放话要南下打进咱们国家。 然而另一个消息更加镇静了中国人民,朝鲜方面竟然集结大军,朝着鸭鲁江边进发,看样子是要和中国开战。 中朝两国唇亡齿寒,有着多年的友谊,朝鲜为何突然对中国用兵? 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又是怎样化解的呢? 朝鲜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开战,之所以突然嚣张致辞,离不开另一个国家的挑唆。 这个站在朝鲜身后的国家,便是早已和中国交恶的苏联。 由于地缘关系的制约,中苏朝三国,彼此间的外交关系,长期以来都是互相影响的。 苏联想要向亚洲扩张,就必须重视和中朝等亚洲国家的关系。 但是,苏联拿出的外交姿态是不平等的,中苏蜜月期,苏联便明理案里对我国内部事务插手,想要把新中国变成苏联安插在亚洲的棋子。 但中国绝不可能成为霸权主义的帮凶,也正是这种在政治上不可调解的分歧,使中苏之间渐行渐远, 乃至于成为敌人。 中苏关系崩盘之后,苏联便将中国视为称霸亚洲的最大阻碍。 因此,苏联决定在亚洲扶持新的代言人,取代中国在亚洲的地位,以此来迂回地达成向亚洲扩张的目的。 越南、朝鲜等亚洲国家在苏联的外交优先级,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,因为朝鲜身处冷战对抗的前沿,也处在治愈中国的前沿。 苏联因此加大了对于朝鲜的援助。 仅1954到1957年间,苏联对于朝鲜的援助数额就超过了10亿卢布。 当然,不可忽略的是,身处困难之中的中国,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援助着自己的邻居。 1958年至1963年,中国为朝鲜承担了29个工厂援金项目。 其中,1960年,我们还为朝鲜提供了4.2亿贷款。 周总理在出访朝鲜时还表示,这笔贷款并不急着还。 即便推置20年,中国也没有意见,靠着中苏两个大国的援助,朝鲜在战后短短几年内,奇迹般地实现了工业化。 1960年,国际媒体报道是,将朝鲜称之为远东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。 然而,处于发展黄金期的朝鲜,却在政治上面立一个危险的选择体。 当时,中苏之间的矛盾几乎已经公开化,双方在许多政治决策上互不妥协,而这也就导致朝鲜被夹在了中间。 朝鲜的国力,虽然远不能和中苏两国相比,但它偏偏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。 所以,不管中苏任何一方,都希望能够争取到朝鲜的支持。 对于朝鲜来说,他们本不想做这个选择体,因为长期以来,靠着中苏双方的扶持,朝鲜的日子过得很好,继续维持着这种援助模式,才是对朝鲜最有利的。 所以在前期,朝鲜对于中苏之间的矛盾并不愿意表明自己的态度,但很显然,中苏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。 到了1964年,苏联新任领导人伯列日涅夫,向朝鲜表明了态度,希望朝鲜能够和苏联站在一边,对抗中国。 对于今日成的犹豫,勃列日涅夫也只有一个政策,那就是开出更为优厚的条件。 苏联从领土和金钱两个方面,对朝鲜展开了诱惑。 苏联和朝鲜曾经秘密谈判过,关于中国东北的归属问题,东三省自然是中国的领土。 可是,苏联对这块富饶的土地虎视眈眈多年,苏联也很明白,地处贫瘠的朝鲜,一旦有机会,也想要从中国这里得到些什么。 所以,苏联方面慷慨地表示,如果有一天,中国真的崩溃,那么,苏联愿意和朝鲜共同统治东北三省。 当然,这话是痴人说梦,任谁都知道,中国不可能轻易崩溃。 因此,除了这个空头支票之外,伯列日涅夫又开出了一些实际的条件,那就是针对朝鲜军事、经济等多个方面的援助。 甚至,伯列日涅夫还大手一挥,决定免去朝鲜之前在苏联的贷款。 苏联表示,愿意与朝鲜结为永远的盟友,这个诱惑就太大了。 当时的苏联,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,连美国都感受到了重重的压力。 弱小的朝鲜如果能够长期依附于苏联,那今后的发展就不用愁了。 要知道,朝鲜的日子并不安定,哪怕他们现在得到了发展的机会,却仍要面临内忧外患。 南部的韩国、欧美、诸国都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威胁。 当然,某些时候,作为邻居的中国也会被朝鲜视作威胁。 所以,此刻金日成天真的相信,苏联真的会成为朝鲜的靠山。 如果朝鲜受到攻击的话,苏联会果断地出手相助。 过去,朝鲜之所以在中苏之间犹豫不决,就是担心自己一旦站队一方,会受到另一方的攻击。 而现在,得到苏联的承诺,金日成却突然无所畏惧了。 他认为,中国纵然再强大,也不敢和苏联动手。 所以,虽然,此时朝鲜还没有明确表态,但他们心中的天平早已经彻底倒向了苏联。 中国方面察觉到了苏联的阴谋,所以,及时地给予了朝鲜宣告。 苏联的唐一炮弹固然诱人。 可说到底,朝鲜不过是苏联庞大计划之中的一个牵线木偶。 苏联嘴上说得再好听,也不可能为朝鲜付出太多。 假如将来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利益冲突,危及到苏联自身安全的时候,苏联是会毫不犹豫地将朝鲜抛出去的。 到那个时候,被榨干利用价值的朝鲜什么都得不到,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国际孤立。 因为一时的小安小惠而危及自己将来的发展,这完全是得不偿失。 中国对朝鲜的劝告绝非危言耸听,而是多年与苏联交往得出的结论。 一个国家只要沾染上了霸权,就绝不可能真心地去帮助另一个国家。 可金日成却已经被蒙蔽了双眼,他只看到苏联强大,中国弱小,所以选择依附强者。 而且,金日成也有自己的打算,他也想让朝鲜成为亚洲的强国,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,实现朝鲜南北的统一。 过去,朝鲜就统一之势向中国求援,但中国分析了国际局势之后,认为朝鲜半岛南部,也就是韩国,早已经被美国渗透,成为了美国设置在亚洲的前哨战。 所以,朝鲜一旦想要统一,美国就一定会出手,过去的抗美援朝战争,就是由此而起。 现在,朝鲜好不容易获得一个安定的环境,应该大力地发展经济,使自己先强大起来,而不是立足未稳,就又去打一场不切实际的仗。 上一次抗美援朝,朝鲜是在中国的帮助下赢得了战争,但再来一次,战争的结果依旧未知。 但中国诚恳的分析,却得不到朝鲜的赞同。 金日成反而无端地认为,过去无法实现南北统一,是因为援助朝鲜的中国兵力不足。 现在,有了苏联的帮助,南北统一指日可待。 就在这种种因素的推动下,朝鲜终于彻底倒向了苏联。 朝鲜和苏联之间签订了多个条约,约定了此后双方互惠互利,同时在军事上提供援助。 中国这个旧日的朋友则被遗忘了。 为了讨好苏联,朝鲜甚至抹去了许多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记载。 同时,他们配合苏联,开始在亚洲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, 企图染指中国的边境。 这一切,让中朝之间的友谊迅速地走向破裂。 两国在边境线上互相喊话攻击, 双方百姓甚至时不时地在边境产生冲突。 唯一的赢家只有苏联。 经过多年的筹谋, 他们终于成功地瓦解了中朝两国。 在这段日子里,朝鲜变得越来越膨胀。 他们认为,自己距离强国只有一步之遥了。 所以,他们在军事上也就愈发地大胆。 朝鲜的变化,让很多人心情焦虑。 万一有一天,朝鲜和苏联真的联手对付我国, 我们该怎么办? 但毛主席却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。 因为,他看得出来, 苏联和朝鲜之间的联盟是脆弱的。 联手对我国造成威胁, 只不过是他们的妄想。 毛主席的推断,在1969年得到了证明。 这一年的三月, 中苏双方在珍宝岛爆发了战争, 而苏联并没有占到便宜。 这让苏联政府陷入了愤怒, 打算采取更强力的手段来迫使中国妥协。 于是,朝鲜依照苏联的指示, 开始大量地往边境增兵。 但是,朝鲜虽然听从指示, 心里却并不是完全乐意。 原因在于, 苏联与中国对抗, 尚且在珍宝岛吃了亏, 他们做不到的事情, 要朝鲜来做, 岂不是让朝鲜白白送死吗? 毕竟, 说到底, 朝鲜对于苏联的忠诚是极其有限的, 依附苏联为的是获取更大的利益。 过去, 在军事上, 他们也是一直跟在苏联屁股后面耀武扬威的。 现在, 苏联在军事上没有下一步的大动作, 朝鲜却有极大可能与中国爆发战争。 朝鲜担心赔了夫人又折兵, 所以, 在出兵之后, 就立刻向苏联求援。 按照朝鲜的想法, 苏联和朝鲜之间有约定在先。 现在, 朝鲜已经出兵出力了, 苏联就该积极地和朝鲜配合。 但苏联的表现却十分消极, 他们并没有增兵, 反倒是有了从珍宝岛撤兵的意思。 这让金日成大感失望。 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, 也离不开毛主席在背后的筹谋。 从战争一开始, 毛主席就定下了基调, 我们要在珍宝岛大力地打击苏联, 但同时, 我们要对朝鲜展现出友好。 因为, 朝鲜并非无药可救, 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是个无关紧要的配角。 正所谓, 秦贼先秦王, 只要苏联败落, 朝鲜就没有胆子和我们硬碰硬。 而且, 我们把苏联赶走, 也可以让朝鲜看清苏联的真面目, 让他们明白, 在关键时刻, 苏联是不会救他们的。 可以说, 毛主席把苏联和朝鲜两个国家的打算, 都摸得很透彻。 所以, 在珍宝岛战役爆发之后, 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关系, 出现了明显的裂痕, 这时, 一个新的机会出现了, 那就是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。 随着苏联的崛起, 中美之间有了合作的可能, 双方都彼此传递了友好的信号。 毛主席认为, 从战略上, 我们应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, 来打开中国的外交局面。 苏联这边, 则进一步挑唆朝鲜, 让朝鲜彻底断绝和中国之间的往来。 但朝鲜却不像从前那样好骗了, 因为朝鲜折腾了好几年之后, 突然意识到, 自己听从苏联的计策与中国对抗, 但却并没有帮助自己实现南北统一的大业。 相反, 美国在感受到亚洲的压力之后, 也大大增加了对韩国的军事援助, 使得朝鲜南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。 朝鲜自己反倒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。 而此前的事件又充分表明, 苏联这个盟友靠不住, 朝鲜此刻终于认识到, 苏联是在一步步地将朝鲜推向绝路。 更糟的是, 由于五月朝鲜击落了美军的一架侦察机, 所以, 美国方面立刻对朝鲜发出战争警告, 苏联不想为此和美国大动干戈, 因此依旧没有表态。 又一次陷入战争危机的朝鲜, 已经不敢再轻易地相信苏联, 所以, 只能重新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。 朝鲜的心情, 也完全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。 没多久, 毛主席, 周总理就向朝鲜发去了外交请求, 希望朝鲜和中国能够重新地进行平等对话。 金日成求之不得, 立即派出了特使前往中国。 毛主席则亲自接见了朝鲜特使, 并提出, 中朝两国本就是亲密无间的友好邻邦。 尽管, 过去中朝关系产生过一些变化, 但从今往后, 中国依然愿意做朝鲜监视的后盾。 1970年10月, 金日成亲自来到中国, 并和新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友好协议。 双方之间这一举动, 也宣布两国之间的关系, 从敌对再次走向友好, 边境线上的危机, 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化解掉了。 百年间, 中朝两国关系时有跌宕起伏, 但总的大方向始终是友好相处, 和平发展的。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, 中朝两国应该始终维持友好关系, 加强相互合作, 共同对抗霸权主义。